你会不会有什么 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这是Crypto Drew 我是安卓 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里呢 又有另外一个daily update video 那我在上一期呢 发布了这一部天图 背里出现的这部影片之后呢 那比特币呢 就突破了这个daily level 日线级别这个主力点位 那从而呢 喷发了一个接近快要 4.5个percent左右的这个幅度 那如果你是有看到那一部影片呢 你就很大可能呢 可以去抓到这一个波动 还有去执行这个操作 那如果你是有从中去获利的话呢 那记得要帮我点赞 并且呢要在底下留言做多获利 做多获利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这几天比特币的这个盘式 那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比特币呢 突破了天图的EMA10跟20之后呢 目前处于在一个回彩的这种状态 那目前的价格也处于在一个 daily level 入入线级别 这个支撑点之上 那是不是说 接下来价格有可能会被支撑住 继续往上涨 还是说有什么隐患呢 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呢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答案的话呢 就一定要跟我们一起看下去 那在今天的影片开始前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在bybit 这个合约体验 最棒的这个交易平台上 去开信账号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 使用我的这个链接去开信账号 那只需要点击注册 并且入金呢 就可以领取高额的免费新户奖励啦 那首先我们还想 先打开回我们的天图EMA10跟20 那目前你可以看到价格呢 突破了EMA10跟20之后 那目前处于在一个 回踩的一种状态 那通常这种状态呢 通常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呢 去重新的去上车 或者是去买入现货 因为如果价格突破 就代表是看涨这种阶段嘛 那目前这个状态呢 又有一个隐患 就是说不是像平时 单变行情这么肯定呢 可以去买入 那这个隐患是什么 就是说目前是盘整这种状态 就是说价格如果分分钟再跌回去 底下再探底多一次呢 其实都还是蛮正常的这种状态 但是呢在这里去买入的呢 又有另外一个优势 那在这里买入的优势是什么 那就是 如果你在这里去买入呢 那接下来真的是走一个单边行情的话呢 就很大可能呢 你会怎样 你会进来一个很有优势的一个价格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哎如果价格突破 这个parallel channel 继续往上涨 你会发现说哎你进到位置会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的这个点位 而不是你在他突破了之后呢 在这个点位才去进场 OK那这个就是你如果在这里去尝试去市场 并且接下来成功去走一个单边行情的话呢 你会有了这个优势 那这样子去操作呢 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操作空间 就是说另外一个操作选择 就是如果接下来价格真的成功往上涨 那来到这个点位 就是这个parallel channel这个顶部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比较疲惫 可能涨不太上去了之后 那你就很大可能可以在这里去 找我另外一个操作 那就是可以在这里去分批去止盈 或者是去全部去止盈 OK那这样子相对来讲也是一个winning trade 也是一个获利能够获利的一个trade来的 那这样子去操作就比较多操作性 就是讲你可能可以等价格来到这里 那匹配的话你可能可以在这里去止盈 那如果价格真的是这么好 去走一个很强势的单边行情 一举结突破这个阻力点位的话呢 那就更好 因为你相对进到来是一个更美 更美的一个点位 那你就很有这个holding power呢 能够去hold着你的这个单 目前呢大方向来看呢 还是会偏向看涨多一点 为什么因为价格突破了一面10跟20 我们不带着自己任何这个额外的情绪 那这个是我们对于目前大方向的这个分析 那我们看完了大方向之后 我们去看一下小时间级别的 那其实看完了这个之后 我们接下来打开一小时的图 那其实在一小时的图呢 其实是有暗示过我们 接下来即将会来一个回调的 那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这个 就是其实我在我的会员里面去提醒过 我的会员们就是 当那时候价格突破日线级别的主力点 往上喷发的时候呢 我其实是有发了一个discord 发给我的会员们的提醒 他们千万不要直接跑进去追高 因为蛮危险的蛮危险的 那你会发现说我在3月19号呢 就提醒我的会员们就是 比特币一小时图呢 其实出现了强势的顶背里 需要多注意 千万不要一味的去追高 虽然目前已经是看载了 但是还是需要耐心等待好机会去买进 就讲那时候在这个突破之后呢 在41,700的确实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去进场没有什么价格优势的 反而是这个隐患 大家需要去注意 如果有进一步的去回调呢 那个时候的机会会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呢 去进场 那那个时候就给我的会员们的这个提醒 那就会发现说 哎价格真的是迅速的往下跌 再一次呢 回调到这个 daily level 日线级别的这个支撑点之下 给我们一个机会呢 去进场 当然还是要带好支撑 计算好基于每一笔交易的这个风险 那打开了4小时级别的这个图表的话呢 你会发现哎 目前价格是怎样 来到了一个 daily level 日线级别这个支撑点之上 那这个支撑点呢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强的支撑 为什么 因为你发现说哎 这里 EMH10跟20也在这里 那日线级别的支撑也在这里 所以就会形成双重支撑点位 老实说价格没有这么容易呢 能够去跌破 那只要没有跌破的话呢 就很大可能会讲 有可能会去测试下一个阻力点 也就是这个weekly level 周线级别的阻力点位 位于差不多45200左右的这个点位 那你就会发现说哎 像刚才讲的价格 如果你再自己去进场 那接下来价格 往上涨的话呢 你可能可以去做一个短期的去止盈 就是说价格来到45200 你就去做一个短期止盈 那这样子相对来讲也是一个 winning trade 就是会赚钱的一个 trade 那基本上这个是4小时图 那如果这个支撑没有支撑住价格的话呢 那价格再次探底多一次呢 都还是一样有可能的 那就是会 有可能会测试35000多一次 那目前整理来说呢 按照这个大方向来看呢 其实往上涨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目前比特币的这个分析 那我们看完了比特币的分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打开以太币的天图 那其实以太币之前有出现过这个下降 那我也是有画过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说目前价格呢 突破了EMA10跟20 形成了比较看涨的这种阶段之后 逐渐的突破了这个下降 先行 那你会发现说哎 突破了下降先行之后 目前呢按照四小时图来看呢 目前像是一个回彩中的这种状态 那算是有把它支撑住了 目前 那如果接下来这个点位呢 有把它支撑住的话呢 还是一样会偏向于看涨多一点 就是他有可能会持续往上涨 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目标价 大概大概的来看一下 他这个目标价 那如果能够成功的继续往上涨 并且成功去 play out 的话呢 那他的这个目标价将会是 差不多在 3850左右的这个点位 那目前看来确实是有一点远 因为还差一个1000美金左右嘛 对不对 但是目前这个就是这个 下降先行的这个目标价 那目前比特币跟以太币呢 按照大方向来看 还是会偏向于看涨多一点点的 那这个是不带着 任何自己的情绪的 ok 是目前按照这个盘面呢 做出了这个分析 我们就可以去尽情的期待 接下来的这个行情走势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分析 那希望呢 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 有继续大家明确的这个方向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希望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订阅 点赞比较分享 还有希望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这样子才不会错过我的 Emergency Update Video 最后主打呢 在这个市场里面呢 交易顺利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在下一部影片见啦 拜拜 那大家如果想要获得这种每一天呢 我都会做盘面分析 第一手时间的盘面分析 或者是说你想要 呃 参与我的这个 紧急波动发生的时候呢 我会开的这个会员直播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频道旁边的这个 join button 点击加入我的钻石段位 那如果你是零基础 想要系统性的认真去 学确定这个skill的话呢 你可以来加入我们的王者段位 那我们是专注在帮助这一些 想要成为profitable trader的新手们呢 成为一个能够长期稳定 获利的一个交易员 而且呢 里面的目前已经有 超过11个小时的课程呢 能够让你从A to Z 从完全不会交易呢 到成为一个具备 所有交易你需要知道的 知识的一个trader 能够稳定获利的一个trader 那有兴趣的大家呢 可以点击影片底下这个discord 链接加入我们的discord 那里面呢 也会有详细的加入方式 那里面也有admin 就能够替你去回答你的所有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 怕进到去能没有方向感 那在社群里面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这些 就是新手会员们 他们进来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进来学习了之后呢 都觉得很容易不复杂 很容易吸收 然后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呢 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那当然我也是替他们感到很开心啦 而且社群里面呢 也是有很多其他独家优惠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在社群里面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